哈囉,各位好,我是企鵝,這部片是來講解這次守木人二階 這部份我們會先跟大家邊看邊打 前面兩手我會給大家這個點位,這個點位就方便你們去做參考 可能會有一些初始位置的不一樣,這部份請大家再自己微調 這邊就是給大家參考,會比較好卡一點 然後機制的話,這關主要機制叫自殘真弓 就是受到的傷害,我方受到傷害越高,我的攻擊力就越高 那有兩個重點的自殘機制,一個叫粉塵地板 這個粉塵地板是無屬性的,不管暗屬啊,還是其他屬性啊 你一個人就是三萬 三萬左右的傷害 好,你看這邊直接去自殘後,然後敲敵人 然後靠自慾幣回血,自慾幣一個四千 如果你沒有上自慾幣文章的話 好,然後再來我們看到第二個地板 第二個地板叫道具地板,那有盾牌跟劍,那效果就是放在右邊了 那這東西呢,就是 你吃完劍,你看我剛剛拿劍嘛 然後你看,右邊那個地板直接變盾牌 它這個道具是輪流的 那前提是你要吃到啊,那你就要善用這個東西 尤其是盾牌,因為盾牌可以去擋很多攻擊 它可以把傷害減到剩原本的十分之一很好用 好,然後再來來到B2 B2一進場的話呢,我們這邊就直接去卡硬邦邦 你不用特別想什麼我要往盾牌,吃盾牌再卡 你就直接去殺硬邦邦就對了 不用想太複雜 那沒卡死的話你就會像我一樣吃到這個鎖血攻擊 好,看一下傷害 一萬一千 那如果我吃到盾牌的話就是一千一 那這也還好啦,這也還好 好,然後再來我們這邊殺掉硬邦邦後呢 咦,開始了我們又有這個粉塵地板 B1B2都是粉塵地板 那這邊這個小怪是會相互贖身的 相互贖身的 然後剛剛講的自殘機制跟粉塵地板加起來 就會變成說 我們要先去自殘 然後再去拿盾牌 如果有碰到這種狀況的話 為什麼呢?為什麼不是先拿盾牌再自殘 因為盾牌這東西啊,它是所有東西都會減傷 包含我們的自殘 那如果你先吃盾牌 那你自殘不就會減少我們受到的傷害嗎? 那你攻擊力自然就會變低啊 所以我們一定是先自殘再去吃盾牌 好,然後再來來到B3 那B3的話呢,開始看到傷害幣囉 那傷害幣的話呢 這邊暗屬吃到大概是兩萬三 其他屬是一萬七千五百 那中間這個小王呢 這個小王你有看到它那個腰帶嗎? 欸那個腰帶我們要趕快打爆喔 因為它是遺言腰帶 那這個腰帶趕快打掉 這個遺言對我們是好的 也就是開弱點 那這邊的話我會建議說 如果你的角色 你可以看一下你角色的位置 去決定你要不要做 這個地板給下一個洞 好,像我這邊傷了 我這邊就先趕快去拿劍 然後看能不能變貫通 然後戳一下這個腰帶 欸就是趕快打死 那打死的途中啊 你會一定會 你基本上如果自殘的夠多 其實你天使敲外腿也是可以殺掉的 但是如果你那時候已經吃到盾牌的話 就是你可能自殘不夠多 然後你已經吃到盾牌的話 你天使可能就得用轉貫通的方式去 進行擊殺 就是戳落點啦 也有可能你受到傷害不夠多 它屬性的 你可能連天使都殺不掉 因為我有碰到這種狀況發生 但大致上都會殺掉啦 好,那我們趕快把它殺掉後呢 我們就去輸出 基本上 我們兩個主要的輸出方式 就會看 看 我基本上會習慣說 右上或者說 左下 那邊其實你可以控制成 建立板會比較好一點 好,那剛剛王呢 有丟這個 雷射齁 那如果 就是現在這個3的這個數字 那如果呢 你是沒有帶任何操組你的角色 像 呃 暗雅射啊 或者說 自由鋼彈水屬性的 你可能就要去吃一下盾牌 不然那個雷射其實傷害是蠻可觀的喔 好 像我剛剛這邊就去做地板 就善用 左下或右上的 會比較好一點 就是自殘多 然後進轉換板 然後戳進落點 就可以帶走了 好,再來 來到 王一喔 那王一的話呢 我們一樣 就是直接先去殺硬邦邦 先殺硬邦邦 好,這邊位置沒有到那麼好 所以我這邊決定這樣打 拉個大角 好,可以卡死 好 然後這邊的話呢 小怪呢 跟王啊 他是連在一起的 他不會有暗轉 也不會有覺醒 讓CD從此 他就是連在一起 所以呢 這邊啊 如果你落點 呃 開得很醜 就是你的運氣不好的話呢 這邊 可以考慮開薔薇 因為薔薇可以開落點 當然能不開最好啦 因為他的S打王也很強 再王一打王也很強 但是如果真的很危險很危險的時候 我覺得是可以開 因為畢竟才八回合 八回合而已 回轉率是很夠的 好 再來 來到這邊 好,這邊我位置不好 所以我 怎麼打都一定會減傷嘛 那我這邊就是嘗試 把地板控制成一箭一盾 控制成一箭一盾 這樣我 比較靈活一點 比較靈活一點 然後這邊啊 因為 這個落點倍率是比較高的 所以 比較看位置 欸 會比較看位置一點 所以我這邊呢 我是決定 像這樣打 我這邊呢 為什麼 是這樣打呢 因為 如果我剛剛角度 比較下面的話 我這樣角度會太 小了 就變成我可能打一打 我覺得不太好 所以我決定這樣打 但好像也還好 呵呵呵 好啦,總之呢 這邊就是稍微注意一下 敵人的攻擊啦 然後 你有看到左上那個E嗎 那個E啊 是衝擊波 這個衝擊波呢 我的建議是 看到他的時候啊 能拿盾牌 就拿盾牌 因為如果你很貼近王的話呢 這個衝擊波是蠻痛的喔 這個衝擊波串燒起來是很痛的 你看如果 我剛剛沒吃盾牌的話 大概會吃到快接近四萬的傷害 如果他射得再準一點 我是很有機會直接被射穿的 因為我們腳 因為這關的狀況來說 會蠻容易貼近在王身上的 那這邊危險的話 你可以考慮開自由或者說搶威 都可以 都可以 好 然後再來來到這邊 這邊我還蠻喜歡的 那這邊的話 有個小訣竅 就是 稍微注意一下 我們 基本上啦 左上的那個地板 會蠻重要的 那如果你要輸出的時候啊 就把 左上的盾牌 調成是建地板 我覺得會比較好輸出一點 會比較好輸出一點 這邊的話 就是 自殘然後 轉貫通 然後戳進去 聽起來蠻抽象的嘛 當然這邊就給大家稍微做個參考 那等一下的話 我會放其他片段啦 這邊其實也是個很好 逃課的版 那我們等一下把 這隊打完 我會給大家看 像這樣去做輸出 好這邊是有點靠賽的 那等一下會給其他片段 給大家看 因為王二打起來 剛好吃到那個關鍵暴擊啊 好然後再來到王三 那王三的話呢 這邊一樣 那如果你是萌大拿進 你可以考慮補個岩石 都可以 只是 會變成說這個 呃 守木人啊 他會 他會 會現身 那可能有些點位會比較難卡 所以我建議還是可能先以一棒棒為主吧 那如果你把一棒棒全部殺掉後呢 你可以考慮再開一個這個 他的岩石砲去射敵人 好那這邊帶自由嘛 所以我決定你直接進去 那我的建議是 下面可以能先殺就先殺啦 雖然下面的 威脅度 吃盾牌可能還好 但是一樣能先殺就先殺 然後這邊就是 再來這邊的話呢 其實卡點我覺得是比較 嗯 基本上有點類似 26 玉的打法吧 就是 上下 然後卡進去裡面 那這邊其實 你會發現這個輪廓其實是沒辦法 用 斜的方向卡進去 就是 比較難卡一點 基本上上下會比較穩一點 會比較難卡 你看這邊 也是 所以基本上我會傾向說 這邊可能把各個SS交一交會比較好 好然後這個是彩蛋啦 就是你用傷了的SSG殺掉 就會觸發到這個彩蛋 好我們去看其他片段 好這邊的其他片段 第一個呢 是來到 王二的部分 因為剛剛王二的話 有這個關鍵暴擊嘛 是比較靠賽一點的 好啦那這邊的話呢 我的建議是說啊 左上的這個要善加利用 欸要善加利用 因為 其實這個傷害必是比較危險 如果你沒有要走這個 王二一拳的話 沒有王二一拳的話 而且這關的回合數給的是比較少 在王這版的話 所以你可能自己要稍微去調整一下 調整一下這個 感覺 主要都會以左上角這個 盾牌跟劍去做處理 因為你如果左上角是盾牌 其實蠻大的機會是沒辦法輸出到的 好那這邊左上角位置還蠻好的 然後就可以像這種方式去做到輸出 這邊就是能自殘多少就多少 你看這個傷害其實都會是蠻好看的 然後 速度自己稍微配一下 然後這關如果帶到兩個加速的話 其實是蠻有機會 如果你板子沒空好 可能會回血後 還去繼續吃殘害必到 只是血量比較低 也是有狀況會發生啦 那我這邊是有帶眉魔力 那後來我決定打的試用片段是沒有賽的 因為沒魔力的話 我是覺得蠻好用的 但是他在部分層數可能 如果角色不夠好的狀況下 你可能會少一個輸出 那壓力可能會比較大一點 你可以考慮 其他選擇的話 其實像蒙大拿或者說阿必斯 我覺得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阿必斯還蠻好用的 好那這邊一樣 就是用左邊的方式去做這個輸出 就可以穩定帶走 這是王二的補充 好然後再來的話是王二陶克 剛剛是正常的輸出嘛 那這邊給大家兩個片段齁 一個是位置控很好的 一個是位置控不好的 那你就做一下傷害對比 那當然啦 你看像右邊這個 直接水平刷爛 那個自殘不知道自殘到幾百萬傷害 自殘不知道吃多少傷害 一定是可以直接帶走的 那左邊的話呢 就是給大家做個參考 基本上 碰到右邊的狀況是傷了也可以直接帶走 那左邊的話呢 這邊會比較推薦帶霞柱 是因為啦 霞柱呢他是必中落點機質 那這關你也知道嘛 落點倍率是比較高的 所以你只要像剛剛這樣打 基本上還是能夠進行易傷的 那就是不知道易多少而已 這個方法就給各位了 如果你想 我覺得輕鬆的話至少可以少打個王三 因為我覺得這關的王三其實是 呃 其實比較難輸出一點的 好 那剛剛開了這個西蛇大號令結果 哇 好爛 沒有殺掉兩隻一方方 沒關係 這邊就穩穩去吃 那這邊的話 因為剛剛王三野大部分都是用各個逃課 那這邊就給大家看一下 輪廓的部分 然後卡點的部分 這邊的輪廓其實沒有到那麼好卡 因為 我也不知道 這邊其實看起來是比較緊一點的 所以如果這刀卡可能要以上下的方式去做 卡點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他的弱點 因為 有左右兩旁吧 那如果你的角色是在 左邊 那結果右點在右邊 那就會比較尷尬 所以真的還是我還是傾向用直接割合 逃一逃 或是傷勒SS 去做一個穩定之後不追擊 都會好一點 好看一下 這個方式給大家 給大家稍微看一下輪廓 大概是這種感覺 好 然後這邊的話其實不應該像我一樣 直接一直往往敲啦 但是因為我剛剛霞柱的部分 是有去抑傷的 所以我這邊就穩定去 就趕快去把他帶走 不然正常來說下面可能還是要先手啦 不然他下面攻擊其實蠻硬的 如果你沒試盾牌的話 然後槍位的SS其實蠻好用的 這邊就是直接把弱點打開 不然這邊一個神奇輪廓突然卡進去 呵呵呵 好 那剛剛是正常就是沒有傷勒收掉的彩蛋 好啦以上呢就是這部影片 祝各位攻略順利 謝謝大家 掰掰